正宜也许遲到 但永远不会缺席 大家好 我是老Z 开场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什么样的案件 会让警方碰到的时候 感到特别棘手呢 答案就是 沉湿多年的原体白骨 光是要确认身份 就是一大难题 如果还是他杀的案件 要找出凶手 甚至还把他定罪 更是难上加难 像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西门丁黄培分命案 最后就留下了很大的遗憾 而这回要讲的是 两起超过十年以上的白骨悬案 竟然都有 同一位原警的不可思议体验 在短时间内接连破了案 接着就跟着老Z 回到案发那一天 杀戮女舞蹈老师 神秘失踪十一年 无期国中男学生 化为白骨十三年 是谁杀了他们 要从何办起呢 两起毫无关联的成年悬案 竟被同一名刑警八个月内陆续侦破 到底怎么做到的 来看这起白骨神探解谜悬案 我们把时间推到2009年的5月7号 这一天立陶牙牙 台中下入一名白姓果农 拿起了锄头 走到了一棵菠萝蜜树旁 准备整地要来种一些蔬果 没想到这一櫥下去 敲中了什么东西 他挖开一看 发现竟然是一具白骨 白姓果农在台中杀入镇的陆丰山上 自家果园整地时意外地挖出一具白骨 尸体已经腐烂 只剩下骨骸 当时食者的脖子还缠绕着麻绳 警方研判死因不单纯 估计死亡时间已经超过了十年以上 这具白骨明显是凶杀 但他是谁 是警方碰到的第一个难题 因为白骨风化太久 幸好他身上有些金饰跟手表 总算可以研判是一具女尸 接下来清查失踪人口 再请家属一一来做指认 最后用DNA确定的 就是十一年前 在杀戮失踪的一名武道老师 黄秀之 警方根据协寻人口的资料 找了数十户的民众来比对 终于确认身份 而妇人当时身上穿的衣物 项链和戒指 让死者的儿子一眼就认了出来 他跳舞的裤子 然后他的饰品 因为他饰品24小时都不离身的 而认识最关键的部分 就是死者他的丈夫 是一名齿摩斯 挖出来这颗假牙 就是他亲自装的 所以他一认就知道 死的是他的老婆 喜欢跳国表舞 又开舞蹈社的黄秀之 在87年的8月24号 就无辜的失踪 苦等了11年 家属万万没想到 等到了确实一堆白骨 黄秀之失踪的那一年 45岁 他在台中杀戮 开了一间美姿舞蹈社 在1998年 7月23号的那一天深夜 他说要出门 去找一个朋友之后 就此人间蒸发 一开始都有人报案了 但是后来都是因为找不到 是有蛮大动作的身份 当年其实很快就锁定名嫌犯 就是黄秀之去找的那名友人 白木村 他说当天晚上黄秀之去找他 凌晨一点就离开 他则是在两点多的时候去找朋友 有不在场证明 虽然并非老不可破 但也没有更多的证据指出 他就是凶手 针对这个白鞋 也有一些策谎什么的 一些机制也都有做 但是就是苦无证据 也找不到那个白骨 警方抽丝剥茧 找到当年和黄秀之 有金钱纠纷的五道学生 白君林 虽然黄秀之失踪的那一年 警方就把白君林 列为重要的嫌疑人 但是在没有足够的证据下 这起命案最后就被 以失踪人口结案归岛 其实当年警方在白木村的住宿外 有采集到黄秀之的血迹反应 但他辩称是之前死者来吵架的时候 不慎弄破窗户所造成的 但现在关键的尸体出现了 而可疑的嫌疑人又只有他一个 此时警方发现 白木村在事发后 竟然跑去改名字 叫做白君林 合起来换工作 就当夜班警卫 还开始吃素 而白骨发现后的 这一个月来 他更是睡不着 种种迹象都指明了 他心虚心神不宁 而向于心理工坊的 侦察队长田忠泉 打算使用攻心策略 要不断增加白木村的心理压力 死者的儿子跟着父亲到匈贤家里招魂 当时匈贤就站在旁边 看到这一幕 匈贤逃不过良心的谴责 当场双手何时摩摆 可能就很难过 对啊 因为在那边招魂 有招到我妈妈的灵魂 然后又招魂问说 是不是凶险在旁边 他有心灰 他就很难过 想不到 一直找不到的坏人 就在旁边 没想到白木村在招魂当下 嘴里是念念有词 警方还以为他动摇了 结果仍然不打算认罪 不过幸好田中全早就准备好了 21种招式 继续软硬兼施 不要把事情弄到负债子管 有一些事情明明当中都会有 安排他已经出土了 消以大意或大声呵斥 对白木村完全没有用 可见他的狡猾程度 但田中全看准他喂鬼神 又担心死者报复的心理 在第六招就让他扶手认罪 你猜得到是什么招式吗 答案竟然是他的名字 为了突破嫌疑人 白军连的新房 当时的清水分局侦查队长田中全 就从嫌犯的名字下手 他的本名叫做白木村 木指的就是寻货白骨处的 那棵呼噜蜜树 村则是形容人被三条树根押着 不见天日 一个人被三根木头押住了 然后就是不见天日 那他现在把名字改了之后 那就是冥冥当中就有注定 所以尸体才会出现 凶贤在杀人之后改名叫做白军林 警方解释君左边是金钱 右边的云有欠的意思 指的就是冤亲债主 而至于林则是羽从天降 指的就是灵魂 原警解释成冤亲债主会或留子孙 警方的这段解释 当场让凶贤愣住了 静下不已 这名男子就是害死妇人的凶手 他落网之后 被警方依杀人罪嫌移送法办 原来两人在舞蹈社认识 从尸身变成了舞伴 两个人当时都有了家庭 却在1993年开始了婚外情 五年后白木村决定分手 但黄秀之不满 经常到对方的家门外 丢酱油 粪便 或是硫酸等方式去骚扰 警方也多次到场处理 而失踪的那一晚 黄秀之跑去跟友人抱怨完之后 决定再去找白木村谈判 他一直回去 那个女儿下去 家的门口有点了 他乘得要回去 那个女儿下去 用一包第一名的东西 去之下一个 拿一个困难堆 他把牽入一楼 十一年来死者儿子 一直过着没有妈妈的日子 如今看到凶手落网了 真的很欣慰 而当初死者在家里面 所经营的舞蹈教室 虽然已经成了储藏室 但生前的照片和证书 至今都还保存着 死者先生受不了妻子 失踪身亡的事实 这十一年来身心饱受煎熬 我妈妈不在 我爸身体不好 他以后很努力维持 我们小孩子的家庭 白木村杀害黄秀之后 买去在家族在杀戮的一块土地 接着故故一阵 拔了轿车 开到中期路的中华路桥下 而在气势过程中 他拔下了一支劳力士手表 埋在住家附近 最后也被挖出来 成了杀人体证 因为我穿过去 我穿过去 那事情是他自己 他自己 想要去面对他 十一年前他杀害了富人 还将富人掩埋在这块 偏僻的农地里 十一年后富人成了白骨 而好巧不巧的 就被凶险的亲戚 发现了这堆白骨 进而报警 二零一年一月十三日 最高院驳回上诉 白木村依杀人罪 判处有期徒刑 十五年 持夺公权八年 正式了结了这桩权案 但清水分局 在破案的那个时候 却还 闲不下来 针破白木村案的 是时任清水分局 侦察队长田中全 策字破案的手法 顿时让他声名大噪 不过他非常的低调 也不鞠躬 因为在当时 他还在跟另外一起 悬荡十三年的白骨悬案 纠缠当中 田中全是在征办武道老师 黄秀之白骨命案时 无一间翻到 黄世昌案的卷宗 之后便梦到 黄世昌托人向他求助 半信半疑间 又亲自到学校查访 虽然过了十三年 但是得到了线索 更坚定他查案的决心 最好梦到死者跟他说 有隐厅 希望他能够重启调查 黄世昌是谁呢 他是无期国中 一年级资源班的学生 才上学十七天 放学后突然失踪 一年后也是一名农夫 在武北路挖竹笋 发现了黄世昌的白骨 是谁杀了他 也毫无线索 这一过去就是十三年 他却三度进入了 田中全的梦中喊冤 还指示 要有名字中 有三点水的刑警去侦办 就能在过年前破案 这是田中全也调刃了 飞行士的侦查单位 但是对黄世昌白骨案 总是提供办案的线索 而黄世昌失踪的当天 最后接触的学长黄任博 就成了破案的关键 黄贤是传闻说 他自白有杀了一个学弟 但是完全都没有任何证据 所有问的老师 当时的主任 当时的老师 当时的一些同学 也都只是说 我只听说而已 切除警方重启调查 派出了小队长潘俊龙 而潘这个字 正好带有三点水 他再度约谈 当年的相关师身 鎖定了黄世昌的学长 黄任博 以及高建宗 涉嫌重大 为了突破他们新防 警方带黄任博 重回气息现场 还要他到死者坟前上乡 然后最后 卸下他心防的 是死者 黄世昌的母亲 他是有称呼被害人的姓名 之后 然后说 我家里有供奉地藏王菩萨 如果你有任何冤情的话 可以来找我 突然间那里汹涌 他就讲说 好了好了 我跟你讲 他有阻碍 不然你带我到他的灵位去讲 我就什么事情都跟你们讲 原来当年两个人 只是要跟黄世昌勒索 五十元不成 竟随手捡起一把刀 就捅了下去 两人还一起撒谎灭阵 只是案发后十几天 黄任博就辍学 而高建州 以似乎也因杀人心虚 没有办法好好入眠 最后还染上了酗酒恶喜 很有礼貌 不可能的 你觉得不可能 为什么 要怎么够 那已经够的原因了 凶险的户籍地已经租人 母亲半年前也搬家了 十三年前还未成年时犯下杀人案 现在成年了却无法可判 杀人却没有刑责 可以说是史上头一遭 这样的结果要家属怎么接受 问题来了 法律追究的是当时犯案的年纪 正常来说 应该要送到少年法庭 接受保护管束 但现在两人已经二十六岁了 少年法庭不收 而刑法对于未满十四岁的行为人 也不罚 案子的确在过年前破了 但对家属来说 那个农历年 心情还是难以平复 床头就放着儿子的遗照 听到凶手终于落网 黄爸爸好欣慰 但因为凶嫌犯案时 还不满十四岁 这下恐怕不需要负上 任何的法律责任 我一个小孩儿子 十三岁要新年 我伯伯给台诗子 做尊丝 我怎么会这样 对吗 你没做的 我怎么会做 家里人没有可能帮他 对 监警好不容易侦破十三年的悬案 进入法院后 却碰上了种种困难 而这些年 死者家属为了追逐真相 黄世昌的家庭 竟然也跟则破碎 说什么也没法接受 因为黄爸爸这十三年来 几乎每一季要好眠 老婆因此跟他离婚 老父亲为了找孙子 也被车子撞死 家破人亡 无人让我们这样 有一个结果 每一季都会痒 也没来到 来到祝郎 让我常常在健康 2011年6月10号 台中地方法院 做出一审判决 高建中因为犯案时 已经满了14岁 又三个月 依杀人罪嫌 判刑有期徒刑 8年 而黄润博 犯案时只差一个月 才满14岁 最后获判无罪 老婆也会带人不老 对吧 在想要扣研究 人家一个小孩 你为了五十块钱 乘客 乘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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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老爺 乘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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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都 乘客人 乘客人 立马 警方 法宁 難度非常高的白骨懸案 竟然在八個月內接連偵破 除了回應我們開場所說的 那句期盼外 更重要的就是這個關鍵人物 田中泉 他就是田中泉 十三年前含冤而死的國中生 因為他在十三年後獲得了公道 兇嫌忠於認罪 對於立下大功 田中泉很低調 不鞠躬 警察本來就要做的 警察本來就要做的 好 謝謝 謝謝大家 田中泉戴著眼鏡絲絲文文 不像一般偵察隊長那樣粗獷氣息 同事都叫他田爺 他從基層一路爬上來 喜歡研究玄學 這回一連兩起懸案 全靠他的特殊想法 有了破案奇跡 警察本來就怎麼可以靠做夢呢 對不對 靠硬實力 證據才是硬道理 對一些比較重大刑案的部分 非常細心 處事非常細心 其實大部分人都認為 偵辦刑案一定要靠科學證據 這句話絕對是定律 而田中泉能夠破這兩起懸案 靠的也是他的細心跟用心 而托夢相關的靈異感應呢 他自己也說 只是日有所思 夜有所夢 假如偵犯刑案的相關的這個 法制人員 他只不過是因為這個靈異的事件 或是他心理上的一些想法 而啟發了他某些犯罪的靈感和動機 然後靜以使得他的 偵辦刑案的過程當中 更有細討 更有方式 我個人基本上認為 這是對當事者的一種 心理上的慰藉 我並不反對 不過無論他是怎麼樣 辦案的過程 到最後還是要回到法律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你對這類警方尋求破案契機的做法 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有想法的小夥伴 在底下留言跟我們討論 我是老Z 我們下期見